嗨 我是Kerry 这次要来分享我欧洲型所有购买的滑雪装备 以及一些废物们 跟滑雪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那在前半段我会先分享跟滑雪有关系的东西 如果对滑雪以外的东西没兴趣的话 你看到中间滑雪装备结束 你就可以直接关掉 没关系 好 那第一项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买的这个中层 这个呢 它是好像是一个瑞典的牌子 State of Elevenant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念 那我会把这个品牌就是放在底下资讯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它的logo是长这样子 我每次滑雪的时候里面都是穿那个merino的发热裤嘛 就是很薄的 然后会再多加一件就是毛毛布料的Burton的中层 但是我跟你讲那件Burton的中层 好像是我滑雪第一年还是第二年就买了 穿到现在已经超多年你知道吗 因为那件其实已经破掉了 然后我一直穿 穿超久 终于终于在逛雪剧店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件 那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已经四月底了嘛 就已经季末初清了 这颜色就有点年长的感觉 我自己没有很喜欢 可是没办法 它就是便宜最后一件所以我就买了 那穿到这件之后我就觉得 哇 quality 超级好 然后也不会让你就是变得好像下半身有种 因为它是薄的 你住的区域是买得到的话呢 我非常推荐这个品牌 而且它好像也有上衣的 我觉得它的上衣也非常薄的 只是那时候刚好都没有我的尺寸了 所以我就放弃 再来呢下一件这个牌子叫做Norona 那Norona我相信大家应该就不陌生了吧 嗯日本很多地方雪剧店都有卖 他们都有做一种这样子的材质 这个材质好像是蛮特别的 好像可以就是保住你身上的温度那一类的 那我觉得这一件呢穿起来非常非常的保暖 而且它很薄喔 穿起来蛮帅的 这件我就把它加在羽绒的中层底下 我觉得哇超暖 而且我跟你讲喔 之前我在纽西兰的时候 有开箱过这件我买的Montreal的中层外套 这件呢乍看之下好像跟我这件中层差不多 对不对 我跟你讲材质差很多 虽然它这件它说里面是有merino的材质 但是我觉得它穿起来没有这件这么保暖 我觉得它有一种很神奇的一个布料跟科技 Norona这个牌子它不便宜 它的雪衣的quality也很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一点预算的话 可以考虑Norona这个牌子 接下来呢就来到贵的系列 这是我在威尼斯买的 这一件呢是Montclair的中层 首先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要买中层呢 因为呢Montain Hardware那一件 其实我已经穿了也是蛮多年的 而且我觉得它虽然透气保暖 可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厚 因为冬天我们会吃比较多 看起来很臃肿嘛 像我现在想要追求就是又薄又保暖 又轻便又有弹性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一直在寻找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四月底我在欧洲滑雪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春天的天气 每天都大概滑雪大概-3-4度而已 有时候甚至到0度 所以根本没有到很冷 这一件呢有待测试 不冷你就会觉得穿什么都是保暖的 在北海到滑雪的时候穿 等气候差不多到-10度左右的时候 再帮大家测试一下它的保暖程度 那给你们看一下 这件穿起来的感觉是这样的 非常的简单的一件 那我觉得它的弹性普通 没有到非常非常有弹性 再来呢我会买它是因为它有这个 整件塞起来变成这样 那我觉得它以后应该会是我出国必备的一个单品了 因为呢它非常的轻薄 那我知道说现在很多羽绒外套都有做这样子的嘛 就像好像UNIQLO也有嘛对不对 那我买过UNIQLO的 UNIQLO是真的到245春天出太阳的时候才可以穿 不然那件我觉得保暖程度不太够 这次拜一件Montleer的试试看 跟大家说一下这件的价钱是820欧元 那如果你是观光客去买东西的话都可以扣12%的税 下一件呢就是这个 Montleer其实在欧洲买呢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点失心疯了 我买这件呢不是因为它多保暖 或者是它有什么样的特异功能 而只是觉得我穿起来觉得好帅喔 我穿起来觉得很好看 它的袖子这边是羊毛的设计 然后呢我觉得它这个拉链拉起来 就有一种很挺很利落的感觉 所以呢我就照镜子看看 越看越帅我就忍不住给它买下去了 中间这一段呢是拼接它们的羽绒材质 所以呢整件我觉得是很适合春天穿啦 不太适合大冬天 它的袖子是因为是羊毛的所以没有仿风 寒风刺骨的时候还是不太够力的 这件的价格我有一点忘记 可能也是七八百欧元之间 那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品牌迷思的人喔 除非这个品牌它出的东西是 我觉得好看我才会买 我不会因为它是Montclair 或是因为它是你知道很多的女生不是很爱Chanel吗 我不会因为它是什么牌子而盲目的去买它们家的东西 像这些东西是我真的穿起来我觉得好看 或是我觉得它真的有它的功能性存在 我才会去买它的 因为我是买过它们家外套 所以我就相信它们家的品质 下一件 哈哈又是Montclair 这一次真的是乱败你知道吗 我其实已经有它们家的外套了 只是我那一件是比较 比较oversize的感觉 那这一件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 也是不一样的版型 忍不住又给它买下去了 我吊牌故意不拆下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件是1390欧元 其实我很想要一件背心 它们这一季出的背心都是那种橘色亮色 看起来太难搭配了 所以我就买这一件 我觉得也太适合我了吧 你们看 因为它是那种比较合身的 我觉得穿起来又更舒服 因为宽版的有时候会觉得 手要动都卡卡的 我觉得它是造型居多 不过也是非常保暖 所以我想说这件是完全不同style 颜色也不一样 我就觉得可以收一件 未来可能出国呢 我跟你讲 你到很冷的地方 出国就是这一件跟这一件 根本就是风雨无阻的状态 这件真的 我觉得轻是一个很大的优点 跳脱一般我认为的羽绒外套 因为就没有那种阿嬷感 最喜欢它的设计是它的帽子 这边啊 这边有它们家的logo 所以呢 就穿起来会有一种很帅的感觉 先不管这个品牌 我就觉得它的设计是很好看的 但是唯一的缺点就是 它们的帽子会一直卡头发 我真的不懂为何耶 我觉得还蛮烦的 除此之外呢 整件外套我觉得是 非常非常的 我非常推荐 有预算的话 去买一件猫腿试试看 你不会失望的 像我滑雪的朋友都会笑我 说觉得我是贵妇啊 他认为我是品牌迷思啊 买这种贵死人的东西 嗯 但我觉得 其实我真的不是 因为我真的从一开始滑雪到现在 我都从最便宜的东西买起来 那我个人真的太怕冷了 所以这几年呢 我会开始投资蛮多钱 在一些保暖的装备上面 因为我觉得我怕冷的程度 跟别人真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才会一直进阶我的装备 像这个外套呢 我是真的穿得很有感 所以呢 从此以后爱上他们家的外套 那我穿的这些黑色呢 尺寸是1号 下一个滑雪的装备呢 买的就是手套 这个手套呢 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什么牌子 它叫做Bart 那可能是欧洲的品牌吧 我之前在这边是没有看过的 它是一个小手套 只是内层而已啦 那我买是因为我觉得 诶 戴起来呢 非常非常合手 贴合吻合的那一种 我就忍不住给它买 然后它的弹性呢 它的材质呢 感觉都蛮好 而且里面有做防滑的设计 也有滑手机的设计 39.99欧元 跟你讲 为什么我要买小手套 好 大家如果有在follow我的instagram 应该有看到我这件发现洞 就是我的内层手套呢 已经长这样啦 哈哈 我跟你讲 这个竟然是我的爱牌出的小手套喔 它叫做Icebreaker Icebreaker的merino 这个小手套呢 我觉得蛮不推荐大家去买 因为merino的关系 本来就会比较脆弱啦 带它滑个一两个月 就差不多破光光了 啊 有点受不了 因为这个破的太丑了 下一个买的也是中层手套 那这个手套呢 它是Hestra的 其实这个手套 我觉得它不是拿来滑雪用的 应该是拿来骑 那种骑那种 骑那种mountain bike 对啊 它上面有写bike 它应该是骑mountain bike 或是骑什么叫它 冬天骑下车的时候用的啦 那我会买它呢 是因为我经常在雪地摄影 那我觉得在雪地摄影的时候 你如果只带这种手套又太薄了 那带那种滑雪手套又太厚了 你根本没办法控制你的相机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种防风的内层手套 而且它又是Gortex 它们家的材质真的非常非常好 所以呢我就决定买一双 价位是69.90 好 接下来呢 大家都知道我跟Akira是很喜欢去爬山滑雪的嘛 然后我们就买了一个backcountry的墨镜 这是它的 这个是Akira的 你看他们家的眼镜盒 很可爱吧 这个呢看似普通的墨镜 但是它其实它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可以打开来 所以呢 这边整个都会cover住 光线完全连侧边都进不来 所以呢它非常非常保护你的眼睛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呃...好 我带是非常非常不适合 它还有附一个这个线 那我就不示范了 这个线就是可以扣在你的这个眼镜上面 你想要拿下来的话你可以直接这样挂在脖子上面 还蛮方便的 这是它最近的新幻 接下来呢给大家看 我也买了一个backcountry的墨镜哦 这个牌子呢叫做outof 好像也是一个欧洲的品牌 很像特务的感觉 那你看它这边是完全包覆住的 所以你的眼睛不会有任何一点光线进来 然后再来呢 它非常非常的轻 今年我觉得最棒的消费呢 就是这个 Patagonia的后背包 今天所有分享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业配 都是我自己个人很爱的哦 重点是它有这个设计 我跟你讲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到底有多重要呢 我平常出国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像一般女生这么优雅 背个小肺包就出国 或是拖着个行李箱 没有 因为我的后背包里面一定有我的电脑跟笔电 还有相机 然后还有我所有拍摄器材的电池 光这些东西我的后背包差不多就 一定是7公斤以上啦 那一般市面上的后背包有这个背带的呢 我觉得通常都比较像爬山的后背包 里面的隔层呢都比较不会是符合我的需求的 这是第一层 它这边呢就有两个隔层之外呢 第二层 后背包的地方还可以再拉开来有另外的隔层 最 amazing 的来各位 这边可以放电脑 这边可以放ipad 超厉害 这个顶部呢也有一个隔层 顶部的隔层就是这里 那这一个如果你不想要绑在腰迹上面的这一条呢 它是可以拆下来的 所以你拆掉了之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很普通的后背包 然后侧边呢它也有放 可以放水壶的地方 是超赞 一般后背包不是只有这最上方的踢把吗 它有侧边的踢把 所以如果你这东西太重 你还可以这样拿 哇 这是谁想出来的包包啊 好像是他们家目前一个人气很红的一个包包 非常非常的厉害好用 背起来我觉得也不会说很大 我觉得还ok 不管是男生背或是女生背 我觉得这个尺寸呢都非常刚好 日本买比欧洲买还要便宜 我买是日币27500之类的吧 好然后我就在逛着逛着逛着 发现了这一个 我买它的原因是因为它这个配色 跟我那个手提行李袋一模一样 它们是同一个系列的 我觉得太可爱了 就让它打开来会让你心情非常好 将 是绿色的 就跟我那个行李袋一模一样的系列啦 那这个隔层很简单 就是左边跟右边 那我觉得其实啦 其实我这个是在乱买 因为我纯粹觉得它很可爱 出国滑雪的时候装一边是发热衣 一边是发热裤吧 就是把它卷起来这样放进去 我觉得是蛮刚好的 价格是6600日元 再来呢 也是一个乱买东西 我到底在干嘛 你知道吗 因为Palagonia东西就是有质感 然后你摸着摸着你就会觉得 不知道为什么 还没想到可以装什么 可是你就想要先买来放 给你看这个包包 那这个包包呢 它其实也容量也是很大 很古的 这个包包价格是5280日元 好然后呢 它打开来是这样 蛮容量很大 那我在想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滑雪的旅程 我可能会装我的goggle吧 goggle跟面罩 跟手套 小手套类的 接下来呢 就真的跟滑雪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我已经分享完滑雪的装备了 好 接下来就是我在欧洲乱买的一些东西啦 第一个呢就是Alexander McQueen的这个戒指 太可爱了吧 我跟你讲其实我是一个 除非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活动 或是一些 嗯 要装模作样 不然通常呢 我的打扮算是比较像我现在这样子 比较有一点点个性跟随性的 它前面有骷髅头 我觉得超可爱 而且它上面有镶了一些些Swarovsky的水晶 接下来就是这个手链啊 这个手链也是Alexander McQueen的 我这个系列 我真的疯了耶 我买了它的手链跟它的项链 我觉得超可爱 我真的 一第一眼看到我就说我要买 因为 你看它在一个很 很叛逆很反骨有个性的骷髅头当中 放了珍珠 它不是那种过度有个性的东西 它要加了珍珠去平衡了 那个个性感 我就觉得哇超棒 然后再来就是我这一条项链 我真的超爱的耶 我觉得好可爱哦 怎么会这么有创意呢 我觉得整体是很很有质感的 再来呢就是这个 我在威尼斯的那个饰品店买的 几十块欧元 我忘记了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金的戒指 这个手环也是满夏天的感觉 可是要搭配这个戒指啦 耳环的话呢 我买了这个呢 是这个Dior的 好像是上一季的一个太阳的系列 我觉得呢 他们太阳真的是超级可爱 设计感蛮强烈的 一边是有logo的 一边是珍珠这样 下一个耳环是这个 那跟你说一下这种精品耳环 他们都不是真的赚啦 所以呢 嗯 价格不是非常夸张 那其实同一个系列呢 我有买珍珠的 那我觉得戴起来的感觉是蛮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 我就买了赚的 那之前珍珠是想这样子 下一对呢又是偏夸张 这个是Valentino的 其实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已经管过很多次 就非常非常想买 可是那时候 Akea一直说这个很丑 我就是个人看到亮亮的东西我就会很想要 不管是包包或是耳环 但是呢 在男生的眼里像鞋子也是 Akea就会说那亮亮的看起来很没气质很松 直到我这次去欧洲的时候我发现他卖的比日本还要便宜 所以我就忍不住给他下手了 我管你的我自己喜欢就好 如果你是平常比较低调个性的人呢 我觉得你可以买他 比较小一号的版本 我觉得那个可能会比较刚好比较好看 这个的话呢真的是需要好好打扮 然后气场全开啦 接下来要分享的不是叶沛喔 这是我滑雪的学生他自己做的品牌 然后我觉得蛮可爱的就想说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品牌是Lapela 是一个台湾女生在经营的一个品牌 那他都是专门进这种925纯银啊 跟这种天然珍珠的一些耳环饰品们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或是学生啊 你平常不喜欢这么高调 然后又觉得精品的耳环实在是太贵的话呢 我觉得就可以参考他们家的 因为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饰品也是蛮亮的 然后一对耳环啊 戒指啊差不多就在两千一两千台币左右啦 那之前我直播的时候有分享过这条啦 它是一个贝壳 我觉得夏天快到了也可以参考这条 我觉得蛮可爱的 然后我也有选他们家的戒指 我觉得是蛮实搭的 而且925纯银就比较不怕水 那如果你买他们家的东西呢 它都会附那个试银布给你 所以如果你觉得没那么亮了可以稍微擦拭一下 如果有喜欢他们家的视频呢 我会把它官网放在底下的连结 只要输入折扣码 KERRY10 就会打9折哦 那这个我不是业配哦 纯粹分享 下一个东西 是我帮朋友买的包包 登登登登登 是PRADA的 火红了好一段好长一段时间了 给你看一下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你可以把它当成腋下包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这样 这个呢我觉得非常的百搭实搭 不管你今天穿什么风格都可以搭配 然后它选的是这种皮革的比较有质感一点 因为PRADA也有出他们自己的尼龙布嘛 这个包里面是没有隔层的哦 这个长度也可以调整 就蛮多种背法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零钱包嘛 你可以装零钱或是装AirPods都很方便 再来就是我的包包啦 我不喜欢跟买跟别人一样的东西 所以呢我买了他们的季节限定款的 那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因为上面有星星啊蝴蝶啊 那我本来就蛮喜欢昆虫的 因为我喜欢大自然 所以我觉得它上面的印花呢 就是很可愛非常可爱 然后打开来的话 里面也有 那我很喜欢Dior他们的东西 是因为不管是它的饰品 或者是它的包包 有些季节限定款我都超爱的 因为我觉得不容易撞山 而且它这一季出完之后 它不会再出了 所以你在路上不会常常遇到 跟你拿一样东西的人 我觉得这个包包唯一的缺点 就是它的尺寸实在是太小了 这里面是可以放三张卡 前面的拉链可以放现金 所以呢带这个包出去 基本上它就是wallet on chain 你不用带wallet出门了 然后里面就是两个 非常的窄 重点是因为呢 它关起来的时候 上面是有一点压缩到的 所以你能装的东西又更有限 因为它会把它这样夹起来 一两个唇膏啊 手机啊 还有一个小小的护手霜啊 什么的 是还OK 一个很薄很薄的行动电源的话 是还放得下的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 顺便跟大家说 在欧洲买包包呢 是比台湾还要便宜 差不多快要两万台币的 这个价差我就觉得 哇靠原来这么多人要做代购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价差太大了吧 很夸张 好接下来呢 下一间 Cangedonia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念 这个牌子呢 是欧洲的一个品牌 感觉是度假风 海滩风的一个罩衫 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 里面穿比基尼的话 真的超美 再来就是我还买了他们的比基尼 我觉得比基尼的颜色非常美 非常适合我 因为其实我在夏天的时候会晒得更黑更黑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呢 在我的黑皮肤上面应该会蛮性感 蛮好看的 所以就忍不住买了 加上我觉得他们的Quality非常好 最后呢 还买了他们家很经典的这个 Leggings 我觉得他们的Leggings 超级舒服到不行 有弹性 包覆性 然后透气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觉得他应该会是我 未来坐长途飞机最好的朋友吧 你穿上去的时候 你会以为自己 你会忘记自己有穿裤子这件事情 这样的有点夸张 以上呢 这就是我这一次所有的购物啦 有看到最后的姐妹们 如果你们想要买一些有质感 但又不要太贵的饰品们的话呢 就可以参考这个Lapilla 他们家的 给我的学员一点点支持 捧场一两个好吗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男生 想要买礼物给女友的话 我忘记讲了 还有他们家这个手环 他们的手链也很漂亮喔 金链跟珍珠的搭配这样 非常非常的有气质 那如果你今天是男生 想要买礼物送给女友或妈妈的话 我觉得可以参考看看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一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啰 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分享 如果我不太确定的事情 可以在底下留言 拜拜